这里头学问这么大 好 你还好意吧 你好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打扰你一两分钟时间 是这样 我是一位单亲的父亲 女儿今年11岁了 然后妈妈又在国外 我一个人带她好多年了 孩子现在也马上要进入青春期了 想说我当爸爸的 我怎么做比较好 11了 11了 小秀五年级了 他11岁就快来得见了 我买卫生机 买红糖 卫生机 红糖 冰糕 冰糕饮料那时候你都要监督他 他想吃也不能吃 吃了会更加多的方式 他说你觉得吃肚头了 不要吃凉的 别吃了 不要喝凉水 肚子一直觉得疼下肢 那他就快了 现在学校里有一个生理课 他们老师都会教 有一本生理健康的书 你跟他们老师沟通一下 尤其班主任 他们都会教的 那我需要准备点什么东西吗 准备点维生金 维生金要长的短的都要用 对 现在还有那种安全裤 对 安全裤 这里头学问这么大 你还容易吗 你就买点给他背着就行 买个盒子 放盒子里 然后各种的事 什么都要背一些吗 日用夜用 拉拉库 这三样 什么用金比对的 得让他们自己试一下 就像那种卫生巾之类的 他们是喜欢用那种棉制的还是网制的 这种要让孩子试一下 因为有的可能会过敏 那我提前这些都给他们买好 对 都背好是吧 就是各种品牌的都买一下 他用哪种方便 各种品牌的都买好 你买好了准备放在家里 就和写信一样 写个字条放在他的房间里 写个东西是吧 对 就说你现在大了 是成人的 你就要购把东西买的 在那里就要垫上 不要说你太怕了 不要太虚似 就是说 每个女孩成长必备的 然后你给你放 如果那什么你没有害怕 对 你需要的话你可以带上 别给孩子吓着 我就怕这个样 孩子也不愿意跟我当爸爸的 什么都说 这种不同的 你就得慢慢讲过来 你当爹当妈 你就得顺其志 没办法 如果不好意思听他说 就让他看那种科普视频 老师如果也说得不清楚的话 就让他看那种科普视频 我自己有的也查 我就怕查了 不全有的说 就是看那种科普视频 现在那些博主讲的科普很全面 我们也不是这里 是这里讲话说离近 要来事儿了 去干不干不久 是不是 谢谢啊 没事 谢谢 不可以 我们照顾自己健康 照顾自己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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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们身体健康 谢谢 谢谢